《神宗课》 欢迎大家收听今年的神宗课 预见365位圣经名人 今天是7月5日 今天会讲的圣经人物是若压 若压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父 若压是一位在大卫王统治时期 大约公元前一千年 战功标秉的军事领袖 从我们在圣经中读到的 有关若压的一切 我们可以肯定得出结论 他在他的崗位上是极其洁出的 他是一位有勇有谋的军事专家 为大卫王赢得很多战役 但是若压都对茅球上位非常热冲 他极其自大 但对于每个可能成为他竞争对手的人 都毫不容情 尽管压尼尔和压沙龙 确实对大卫王不忠 但是大卫仍是想遥述他们 然而对于若压来说 这样的宽容超乎他的想象 就他来说 他永远将自己放在第一位 换句话来说 若压行事为人都是受自身企图心所驱使的 今天拥有企图心受到普遍认同 认为这是一种积极的特质 一个人必须知道他在生活中想要的是什么 并且必须确保自己 不会被其他人视为理所当然 当然对个人生涯做出详尽的规划 并始终奴记最终的目标是明智的 我们经常说 这样的态度是充满自信 拥有主见的 现今走入任何一间书店 都陈列了不少关于这一类主题的书 基督徒的确应该有抱负 但是抱负必须始终根植于我们对上帝 和对周围的人的服务当中 如果一切都聚焦在我们自己 和职崖的成功上面 这样我们的方向就是大错特错 基督徒的道路不应该好像弱压那样 选择頑强的野心 而是效法基督的无私的爱和服务 现在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天父请帮助我 确保我的抱负始终深夕于对你 和对我身边的人的爱 如果大家对于弱压想有更深入的了解 大家可以在《圣经》 《撒母耳记》下 第三章 十四章 十八章 和十九章 一到九节 和第二十章 希望大家明天继续收听 拜拜